曹昆花了一千三百六十多万大洋 买了个大东洪 他会治国吗 他会安民吗 他批也不会 就是他落强 咱们当兵打仗 要三千条墙和十几门小炮 还得给曹昆李六子白送大洋 十万块 十万啊 这一天 冯玉祥率领部队 从古北口的丸平县直扑北京 冯部人马日夜兼程赶赴北京 怎么样 你看三天能不能进北京城 两天 足以 怎么 长了肥毛腿了 这些天 我已经把先头部队推进到淮柔了 每天演戏急行军 往南去两个连 只回了一个连 我已经开不去一个团了 得到消息的吴佩孚奉劝曹昆撤退到鸾州布置防线 但不懂军事的曹昆却让他死守天险山海关 不久后正在给曹昆撮早的李燕青得到冯玉祥倒戈的消息 冯玉祥可能发兵倒戈 问大总统是不是到他们使馆避难 看冯玉祥倒我的哥 冯玉祥的蒋参谋 早早在京城把总统府的卫队军官请到一块 此时已经喝得烂醉如泥 先头部队入京之后 很快控制了北京城 冯玉祥就连总统府也被占领 你看见没有 三门打炮正对准咱们这 刚才我们冯总司令来电话说 要是再不交易就拿炮轰他个兔崽子 我这就打电话去 别打炮 我们教 老爷子 还不快捧出来 至此 曹昆当了一年的总统彻底下台 北京政变成功之后 冯玉祥主张军仁不参与组建内阁 并电告孙中山北上主政 冯玉祥又贴出 要修正青史优待条件的布告 为了不让溥仪复辟 冯玉祥决定将满清老臣和溥仪赶出北京城 请溥仪出宫是全国百姓的要求 我们是国民军 冯玉祥主张军就要替国民办事 我大清皇帝 入关以来密经图治宽人为政 宁心为师 冯总司令如此一意孤行 恐怕有负天下人吧 你们说是宽人为政 可我们记得的是清兵入关的大屠杀 是扬州十日加定三途 我们来此是执行摄政内阁的命令 你快去禀报溥仪皇帝 让他立即交出应许 限三个小时签出皇宫 这 这是修正的优待条件 你拿去让溥仪签字 怎么办 皇上 皇上 怎么办 怎么办 我的财产 我的王后 财妃 都怎么办 怎么办 皇上别急 找王爷来 打电话 找王爷来 快去 回忆先生 你今后打算称皇帝 还是做平民百姓 我愿意从今天起就做个平民 那好 你是平民 我就有责任保护你 你就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是 说不定还能选上大总统呢 此事一出震动了国外各国势力 日本政府根本不赞同 在其他各国的反驳下 日本政府建议 让段七瑞主政组建内阁 另一边 冯玉祥也通电段七瑞 要他北上担任国民军大元帅 更收到张作霖的来电 要推选他为联军的总司令 此事的他已经成为了香波波 就连日本特使也大力支持段七瑞 如果知道出山阻隔 日本政府将给予支持 您看 是不是当面跟他谈谈呢 在野闲人 现在不好见面吧 冯玉祥顶着各国的压力 依然将溥仪区逐出了皇宫 吴佩孚本想调转天津 然后直查北京 铲除冯玉祥 再继续回山海关系去同张作霖作战 不料他的轨迹 却被段七瑞识破 随后段七瑞还给吴佩孚发了一封电报 如果他自愿下野 段七瑞担保在日租界给他找个公馆 安度晚年 吴佩孚从未受到如此大辱 于是就要拔刀自问 在英美顾问的劝说下 吴佩孚只能退居长江一线 另一边的张作霖打破不进山海关的诺言 他执意率部队开进了天津 接着就与段七瑞会面 为了争夺权力 张作霖拥拥戴段七瑞立即出山 冯玉祥到达张作霖官邸后 少帅张学良亲自迎接 而后张作霖再出门相迎 就在冯玉祥来之前 张宗昌李景林两人建议将冯玉祥扣下 结果却被少帅张学良阻止 舆论要紧呢 还是慎重考虑为好 目前咱们兵力疲惫 再打恐怕也是不行 当张作霖迎接冯玉祥的时候 却给冯玉祥一个下马杯 现在我给你下口令 向右 准 将不 走 立定 黄将军是我的生死弟兄 他的口令就是我的口令 你敢不遵 他马了个把子给我丢人 冯玉祥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 谁倒戈 他的士兵誓死也不会倒戈 宴席上 张作霖与冯玉祥都拥戴段祺锐出山组建内阁 对于冯玉祥说他有言在先 奉君不禁山海关的诺言 张作霖却揣着明白装糊涂 对于冯玉祥 对于冯玉祥 咱们有言在先 事成之后奉君是不进山海关的 不入山海关谁打乌佩服 真是笑话 来 马飞男 有这个条件吗 冯先生提过 嗯 我怎么不知道 我忘了向大帅报告了 你混账王八蛋 事后冯玉祥命令王成斌 在天津收拢二十三十的部队 结果却遭到了张作霖的跑击 段祺锐的势力还远比不了他们二人 如果自己出山 他必须让两人相互制约才行 以冯至张 以张至冯 我左右其中 就可立于不败之地 这天 几人打完力之后 段祺锐的管家向他报告 那边来了消息 明天张作霖宴宴请冯玉祥 他的部下准备对冯玉祥下毒手呢 段祺锐万万不能让冯玉祥遭到不测 要不然他的位子很可能坐不久 就在冯玉祥几人快要进入国民饭店时 一个人给了他一张纸条 此次赋宴就是张作林百的洪文宴 冯玉祥快速到达车站 段祺锐的管家亲自送来一封他的亲笔信 冯玉祥逃离天津之后 就立即电告孙中山先生立即北上主政 但就在1924年11月22日 孙中山由上海浮海北上的时候 得到消息的段祺锐立即扯下伪装 匆忙就人临史之政 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溥玉 从冯玉祥监管的府中释放了出来 第二件事又把曹坤从冯玉祥手中救出来 从而保护起来 1925年1月 冯玉祥受到段祺锐、张作林的排挤 段祺锐人命冯玉祥为西北边坊督办 至此他就成为了西北军的统帅 直奉大战 上映于1986年 此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 和内忧外患的客观情况 此片在1987年还获得了第七届中国电影经济奖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全部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